在文化中的名稱 文化中的文化中的文化 希、師傅 你好 大聖余卦資訊講座見面 今天又來第二集 是的 我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不是學功工 但我們在市面上多數見不到武館這個名稱 多數都是健身院或體育會的名字去認聞 是什麼原因呢 師傅 我以前也想過這個問題 我請教了一些老前輩 其實我們在70年代、80年代開始寫武館 一般會採用健身院、健身學院 或者體育會的名字去教功夫 因為據我所知70年代開始 香港全盛時期有四百多間武館 這些武館都需要另一些牌照 或者商業登記去認運 我想想會不會是異於政府去管理呢 或者是一個比較大家忠誠的接受的名稱呢 有這樣的可能 這可能是關於武術、搏鬥 好 管理方便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武龍、武師在室外 要去警察部署申請 他手續都吩咐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公眾地方會受到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 如果你將時間、地點、原因 向政府申報之後 一般會批准的 不會反對你的 變成在政府之前的情況下 也有警員幫你維持秩序 我覺得是兩方面都好 即是方便管理 方便管理 師傅我們不要經常說了 好 我們去再訓練功夫 講講些招式好嗎 好啊 那我們現在過去吧 好啊 師傅我想問一下 醫生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醫生裡面 雖然有一個經常會出現醫生 但留意的地方也不少 很多地方 例如我們在一個新鎂 香港例如球場 首先我們要留意地面 有沒有平坦 有沒有碎石 或者垃圾 因為我們移步的時候 會防禦到我們 另外如果晚上練習 都要留意光線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地方 高高低低的留意的地方 如果身外 我們在身外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跑幾分鐘 利用我們身體的大關節 所有大肌肉 都得到不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如果我們室內 我們留意什麼事情 第一 室內裡面的空氣 流不流通 好了 室內當然不允許外跑步 或者地方小 我們現在有什麼物件可以借用 比如有些桌椅 能夠壓到腿的 或者可以鬆到肩的 我們可以用這些 輔助物來輔助 如果你說師傅真的什麼都沒有 只是框框四幅牆 我們可以開一個馬步 將外的腳做一個馬步 拉一拉肌肉 或者將外的手去舒展一下都可以 但是在室內 我們會留意一件事 如果是室內開冷氣的話 其實是不好的 我就不贊成大家 開了冷氣的功夫 你可以盡量把室內內所有窗戶打開 令到空氣流通 這就是較健康的做法 明白 師傅 我想問 基礎編的第二集 有個連環劈掌是怎樣用的 我那個連環劈掌 其實如果在我們的吐露裡 我們是一個平面的 但實際那個用法裡面 其實就不是打橫 是一個面對的 例如對方一拳打過來 我們首先 一個抬起 一個十字手 跟著呢 這樣我們劈掌下去 正正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樣的動作 只不過在吐露裡 我們是打橫 實際用 我都是正面地用出來的 明白 師傅 我想問一下 步屁掛掌是怎樣用的 步屁掛掌那個 我們的動作是這樣的 假設對方是 一個拳 不管是什麼手 1 2 3 形成了一個 防守 進攻 好 好了 如果對方是再防守 的話呢 這個呢 繼續進攻 那那個撲腿是怎樣用呢 撲腿就是其實 將我們的身體 向下壓 將力量 由上 借狀位 屈腳的時候呢 更加將力量發揮 對方解釋 師傅 你好 辛苦你們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師傅 我們想這次介紹我們的網站 是 其實我也有些朋友問過 就是我跟朋友說 外國網站不久很豐富 提供到什麼訊息 但有些朋友 發作的朋友 不一定會運用這個網站 或者電腦的常識 那其實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在外國網裡面 是有什麼 給大家一個便利的呢 OK 我們為了這個傳統計劃 專門建立了一個網址 網址 其實這個網址就是這裡 我們登入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二維碼 大家要數一數就可以登入 其實很方便 一數就可以看到 可以進入我們的網站 當大家進入了我們的網站 其實很清楚 我們在一個主意頁 就是我們是攝影比賽的 一個大個報名的 一個紅色的人 你按下去 如果真的想報名參加這個攝影比賽 就直接可以進去 是否每一個細籃 或者可以給我們報名的項目 其實每一個籃都有獨立的分數 基本上有 另外我們的工作坊 我們的線納工作坊 都是可以按下去 給我們報名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頁 另外我們有一個是展映區 展映區 你不明白 就是有一個線上的傳承領片 這個我們分開了基礎編 和自我防衛編 所有的片都放在這裏 獨立可以 一連串看完 你自己選 我喜歡第二集的下集 下部份都可以 就是它分門別類 大家可以隨時去看 另外還有一個是電子書 電子書欄就是我們有本書 大家可以看 你可以按下去 都可以看到 另外再下去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報名表格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報名都可以 如果一些問題比較有普遍性 我們還會放在我們的專用 另外一個節目就是 《非民寶術》 由你講那裏解答問題 或者將一些共識的問題 我們集中去回答大家的宣問 每個星期議會會公開播放 另外有些是大家想聯絡我們 或者報名或者集會 另外聯絡我們的難度可以做 其實都是很便利 而且真的很豐富 所以大家就是 直接看到網址 或者二維碼 都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嗯 我希望大家的朋友 多了利用我們的二維碼 或者去瀏覽我們的網址 沒錯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要重溫我們的 我們所有的前年影片 我們的網站裡面 都可以登記 給我們多點意見 拜拜 好 大家好 我今天介紹就是一個 孫子刺繡 孫子刺繡 就說 顧名司機就是把刺繡 就收在孫子裡 而不是收到一個 布質的布織菌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說 孫子呢 就被稱為千年的壽子 而我們刺繡呢 是一個千年的機銀 那兩個這麼獨特的 非維碼 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新的一個 非維碼的項目 那這個項目呢 就是 源於是這個 江西的文昌 一個聖貝的家族 九代的一個 傳來的獨特的機銀 那是非常獨特的 那希望大家有關注 多謝大家